你真的来了 你真的来了 还疼吗 不疼 如果你伤的不是这儿 是这儿呢 你要是死了 你信不信我马上找个男人家了 你以为我开玩笑呢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是不会用你拐卖孩子赚来的一分钱的 因为我就是其中一个 你明白吗 我想给你好的生活 好的生活是跟家人和爱人在一起 而不是去当人贩子 我不想每天在电视机里 才能看到你到底在干什么 晓鸥 自首吧 就算你出来之后 赚不到什么钱 只要咱俩在一块儿 就够了 你去 或者是你去 帮我姐他们把何小蕾救出来 如果能帮他们 找到更多被拐卖的孩子 你一定能重新判的 你就算为了我 回头吧 我现在还不知道何小蕾在什么地方 让我再想想 好吧 麻烦 你再帮我到里面看一下 是不是还在洗澡呢 先生 我已经帮你确认三次了 那位小姐是自己走出去的 她走了肯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现在打的电话又不接 肯定是在洗澡 我真的帮你确认了三次了 小姐 你跑去哪儿了 打你电话又不接 我看旁边新开超市 正打人能买点东西 我这么大活人丢不了 你又不是没丢我 我郑重警告你 我对这事可有阴影 刚才好几次想往你家打电话 都没敢打 你知道吗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我们走吧 谢谢啊 不客气 你这够可以的 买了一大堆快过期的促销品 就能把你乐成这样 下次再想逛超市带上哥 我就是你活体的银行卡 尽挑贵的买 你就别瞎显摆了 等你什么时候 真的成我姐夫之后 看我不把你好到图形 我想了一下 你说的话有点道理 不过告诉你啊 我现在对你姐啊 真没辙了 其实我态度挺明确的了 可她呢 总吊着我 你知道什么是三不男人吗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这就是你姐对我的态度 你别笑啊 我说真的 要不是把你当哥们儿 我才不说呢 换别人试试 看在你这么把我当哥们儿的份上 我给你出一个对付我姐的招吧 你平时就是对她太好了 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你知道这像什么 奴才 真正的好男人啊 具有奴才的功能 主持的姿态 你现在一定要把你的姿态 放得高一点 那我该怎么不做 老大一段时间呗 别太招招手你就皮肩皮肩跑过去了 你得让她知道 你楼群高富帅一个不缺 那万一她给我翻脸呢 翻脸 她怎么可能跟你翻脸啊 实话告诉我吧 我姐她到现在除了你 一个备胎都没有了 你觉得她还能选谁啊 走